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847章把人放下 小子 把这妞放下 这是赏你的 李强等人追了过来 他向这叶浩轩甩出一叠钞票 这点 是不是有点少了 叶浩轩转过身笑道 告诉你 你特妈的不要贪心不足 老子给你这点钱 已经是看得起你了 李强大怒 他刚甩出来的有近千美金 这足够那些穷鬼大学生们打一周的功了 我不要你看得起我 叶浩轩站起来 他淡淡的说 同事华夏人 你们可以泡妞 可以让妞心甘情愿的躺在你床上 但你用这种方法 有些不太厚道啊 你特妈的谁啊 我厚不厚道管你毛事 李强皱着眉头道 不管我的事 但这女人刚才撞我怀里了 我要等着她醒来赔我损失呢 叶浩轩道 你是逗笔吗 李强身边的一个小弟忍着疼痛向叶浩轩一直道 马上滚开 不要管我们的闲事 叶浩轩突然伸出手 抓着那家伙的手指轻轻的一拨 咔嚓一声 那货惨叫着退了回去 不知道为什么 叶浩轩对这个动作十分的不爽 他觉得那是对他的侮辱 是对他的不尊重 你看我像是逗笔吗 叶浩轩认真的对李强说 他右手在一侧的把 台上一按 只见一个掌印马上出现在把台上 李强有些惊悚的看这把台上的手印 你马 又是一个高手啊 这把把可是混凝土制成的 叶浩轩能在上面轻描淡泻地留下一个掌印 这正常吗 你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不要管闲事 李强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想管闲事 叶浩轩笑了笑道 但是你们这种行为 我看这很不爽啊 你想怎么样 李强彻底地伪了 要么滚 要么我在你们身上印下个掌印 二选一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走 李强咬牙切齿地带着自己的小弟离开 但就在他转身的瞬间 他突然右手一伸 手里的粉末再次撒开 这药粉对女人有迷醉的功效 对男人同样也一样 这粉末在空气中的传播性极强 那家伙一把撒开 铺天盖地的全是白色的粉末 对这叶浩轩的脑袋当头照了过来 李强宁笑着 他要看看叶浩轩如何倒在他的跟前 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他发誓 这一次 他一定要弄死叶浩轩 可是让他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叶浩轩右手一掌击出 他的右掌就好像是一个吸尘器一样 那漫天的白粉 骤然回落到叶浩轩的手中 叶浩轩右手一握 这些药性极强的粉末骤然消失不见 你 你 李强傻了 他算是彻底的吓傻了 这家伙二话不说 他转身就跑 喷 叶浩轩右手一拳凌空击出 他这一拳接接实实地击在了这家伙的后心 李强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喷的一声 倒在地上 好吗 死性不改啊 叶浩轩冷笑着 他向前走去 饶命 饶命啊大哥 我不敢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要不我给你钱吧 我老爸是很有钱的 要么我做你的狗 我还可以给你介绍很多妹子 李强下的屁滚尿流 叶浩轩刚才那凌空的一拳 是喊怒而发 几乎把这家伙的脊骨给激烈了 他现在拼命地想着法子 讨好叶浩轩 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 他保证会离叶浩轩远远的 站住 你谁啊 知道这是谁的场子不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酒吧看场子的家伙带着一帮小弟走了过来 周这里 华人最多 尽管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唐人街了 但是却改变不了这里华人多的事实 所以 这里看场子的 大多数是华人 厉哥 大厉哥 救命啊 我是李强啊 快救救我 李强思节底里的吼叫了起来 他仿佛是看到了救星一样 李强 你又惹什么事情了 你特妈的 你爸让我在这里好好看着你 可是你小子成天给我惹事 那叫大厉的男子恨铁不成钢的吼道 大厉哥 我知道错了 你快救我 李强吓得屁滚尿流的 他现在只想快点摆脱叶浩轩 兄弟 你混哪的 我这朋友有些不懂事 不知道哪里得罪你了 你可千万要多多包涵一样啊 大厉很光棍的对叶浩轩说 他得罪我不重要 但他在这里乱来 叶浩轩道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多闲事的人 很不巧 我看他不爽了 这是我的兄弟 就算是教训他 也由我教训他 轮不到你了 我带他向你道歉 够给你面子了吧 赶紧把人放了 滚 大厉哥有些不耐烦的 向叶浩轩挥挥手 他在这里 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头目了 刚才的场面 话他该说的已经说了 叶浩轩要是再不走 那就是不给他面子 不给他面子的人 他一般都会用拳头伺候对方的 不劳烦你教训他了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就是不喜欢的人 一定要亲手教训他 叶浩轩笑呵呵的说 他一脚把抬起身子 想向外跑的李强给踩了下去 然后笑盈盈的说 所以今天这个人 我教训定了 你不给面子啊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你又知道我是谁吗 大厉哥冷笑着看着叶浩轩 不知道 叶浩轩微微的摇摇头道 但这跟我教训人 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吧 有关系 大厉哥呵呵一笑道 这是我的人 平时是我照着的 如果你今天敢动他一根手指头 我保证明天你的尸首会出现在海边 不幸的话咱们可以赌一局试试 我这个人也有绝脾气 你越是这样说 我越是要试试 叶浩轩咧嘴笑了 他突然猛的一脚踩在了李强伸出去的手上 咔嚓 李强一声惨叫几乎都走了声 他这一只手都被叶浩轩给踩的变形了 而且叶浩轩下脚的力度无需质疑 至少把这家伙给踩的粉碎性骨折 换句话说 他这只手想再复原 恐怕要难了 李强 大力哥吃了一惊 叶浩轩这一脚的力道 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虽然没有踩到自己的身上 可是他还是感觉到自己的手都微微的有些发抖了 大力哥 救我 快救我啊 李强惨叫着 他的声音都走了行 小子 你是不想在这里混了是吧 大力哥阴沉这脸喝道信不信我现在就砍了你 你还别说 我还真的不信 叶浩轩换了一只手 然后再次踩了下去 李强的两眼一翻 他彻底的晕倒了过去 或许现在晕倒对他来说 是一种解脱吧 行 兄弟 你狠 大力哥气急而笑 他点点头道 你是我第一次遇到不怕死的 你行 你够行 兄弟们 把不相干的人都给赶出去 今天我们在这里 好好的算算账 酒吧里的人很快清空了 大力哥把自己的衣服一甩 站在叶浩轩的对面喝道 报上名来吧 不然的话我怕你没有机会报名了 我对着你们这种战武渣战力的家伙 没有一点兴趣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道 报名 是浪费我的时间 一起来吧 哟 哥们儿 你挺刁啊 你是不是在华夏的时候电影看多了 你真的以为你自己能挑得动我们这一群人 其中一个马仔像叶浩轩吐了一口烟圈 然后嚣张的说 今天你要是能从我们这群人中杀出个三进三出 算你牛 这家伙话音刚落 叶浩轩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一把甩到了一边 伴随这一阵玻璃的破碎声 这家伙撞翻了几个小弟 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兄弟们 上 弄死这家伙 大力哥有些气急败坏地吼道 叶浩轩这简直就是打他的脸 这是在他的场子里好不好 一群家伙迎着叶浩轩冲了上去 他们大呼小叫地抄起手里的家伙 向叶浩轩招呼了过去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体内的那颗金丹圆转不体 凌冽的战力 从突然从他身上四散而去 这股强大的战力是从未有过的 那种战役让所有人都随即一愣 但随即他们向叶浩轩冲了过去 只是不到半分钟 这些家伙们全部惨叫这跌了回来 叶浩轩的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他觉得自己身上有着无穷的力量 这小小的金丹 似乎能为他提供十分强大的实力 看来有一点道梦者是没有说错的 那就是自己已经成就了金丹大道 这是一个全新的武道境界 除雀远古大能 是没有人能成就得鸟的 啪 大力哥嘴里的香烟掉落在地上 他被叶浩轩给吓傻了 要知道 他的这些小弟 各个都是争强好胜的那种人 平时几乎是以打架为生的 可是这一次 他们怎么会败得这么快呢 你 你 大力哥指这叶浩轩 结结巴巴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呵呵 还有人吗 一病叫出来吧 叶浩轩笑着勾了勾手 这是一个很轻蔑的手势 推荐一本不错的书 五燕滔天 武艳滔田 无酒 伤煤